各位网友大家好 在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的朋友欢迎免费订阅、留言、like和share 最后开启钟仔等新片出可以马上通知 如果方便的话鼎鼎广告 我们先来讲讲新盘消息 恒地在红磡的大型重建项目必家坊三期Granley 在今天推出第四张价单涉及28伙 平均折十尺价19,038元 将会在今个星期日以先到先得的形式发售 其实这一座270多伙 使尽九牛二虎支 你到现在才卖70多伙 都未够三成 因为货美太多 买了的人都心慌慌 你都未知他什么时候突然发神经减价 当然要佩服些买家明知山有虎 都偏向虎山行 另外施永青今天在他的专栏提到 新世界向他们支付了柏奥装三的佣金 事源柏奥装三在兴建期间 被发现装处出现了问题 需要拆卸重建 买家有机会要延迟接近两年才可以收纽 当时发展商提出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 买家可以无条件取消交易 发展商会就利息和行政费作出小额赔偿 第二个方案 买家继续等到成交收纽 当然发展商会作大额赔偿 至于佣金方面 因为整件事都不关agent 所以新世界就答应了 不论成不成交都好 佣金都会照样出回给agent 现在已经有超过一半已经卖出的单位 选择取消交易 有行列的朋友告诉我 大部分agent在这个项目 都劝过客人取消交易 第一就是有个楼市转了小个买家的时间 拿多少赔偿离场何乐而不为 第二个问题 如果买家选择继续 他未成交 发展商一定要等到成交才会给agent 那不是要多拖两年才有佣金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样 就是很多买家和agent谈了回佣 如果买家决定取消交易 即是不用回佣给买家 而新世界那边又会给足佣金 那就可以吃完全餐 兼且可以提前出佣 对于地产公司来说 亦多了一份意外的收入 所以那些坚持要继续成交 又要回佣的买家 一定会给agent诅咒他 施永青当然要帮新世界说一些好话 他说反映公司更承诺 亦见到债务问题 并非外价的传闻那么严重 而其他代理行都相计出来说 他们收到了 新世界万税 其实这个不是第一次 大家还记不记得 长实在2013年 拆受葵冲一间酒店 叫做翁程軒 几百个单位一晚卖完 过几天后 梁振英就搞他 找金融管理局出来 最后结局是取消了所有交易 发展商负责向买家赔订 以agent照收佣金 但就有一个大问题出现了 因为这个不是住宅项目 当时可以摸货 有35个单位被摸出 搞到长实非常疲惊 由这件事开始 成哥做事就特别小心 施炳青赞完新世界之后 亦都不忘踩踩其他人 他说之前涉及高银 恒大 以及已故铺王 波叔的佣金 即使物业已经成交了很久 到现在都没办法收到 新世界和中原的关系 一直都比其他代理行好 主要的原因是 中原租用新世界大厦 作为总部已经35年 我们先来跟进一下二手的涉样干 第一间是蚀得夸张 有明星屋苑 又有涉样之城之称的清水湾到奥隆 有个银主盘就是15座 顶层B室1837尺 连1763只天台 卖了3000万 不算天台 只算室内实用面积的赤价是16300 业主2017年用了4287万 在发展商一手买入 次货6年账面欠了1287万 等于30% 他代理透露 2017年业主买入单位 那时向财务公司成案 很明显财务公司是新世界的 在2021年 他再向二线银行作出议案 在去年几经辛苦 都转回来传统银行 可惜今年变成了银主盘 第二间西半山嘉兆台 有间二座高层D 1014尺 买了2100万 赤价207 业主2018年用了2600万买入 次货5年 帐面损失500万 相等于19% 第三间北角维港重 有间六座高层A 873尺 煙花海景 买了2480万 业主2017年用了2711万买入 次货6年 帐面欠了231万 全民有间三座高层B 549尺 买了1160万 赤价211元左右 业主2017年用了1406万买入 次货6年 帐面欠了246万 相等于17.5% 第五间 马鞍山半身楼 星莲海 有间二B座低层F765尺 买了1016万 13300尺 业主2017年用了1153万 买入 次货6年 帐面欠了137万 去到第六间 是沙基湾预景圈 有间高层D室502尺 卖了760万 15001尺 业主2020年用了866万买入 次货3年 帐面欠了106万 等于12% 第五间 是西贡上阳邨 专业 单号屋地下和一楼 实用面积1,400尺 卖了1,128万 业主2019年用了1,188万 买入次货4年 帐面欠了60万 另外今天官方媒体 的供求形势已经不一样 如果要确保地产市道平稳前行 销售必须企稳 因为只有销售稳定 才可以改善房企现金流 继续带动买地建设等上游环节 所以文章认为 当务之急是要房地产销售方面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释放之前受限制的住屋需求 这篇文章就厉害了 令到今天融创升了超过60% 而恒大这些僵尸企业也升了80% 当内房兴高彩劣之制 内地经济学家任习平 似乎在潑冷水 他在微博又重提房地产不可能的三角 他说现时房地产调控肯定是希望 第一,降价是不可能的 是因为会增加实体经济成本 第二,降价是不可能的 因为会增加金融市场的风险 第三,不降不降也是不可能 因为没有降价的预期 买楼的人是不会入场 如果没有降价的预期 年轻人又不会生小孩 谁能够解答这条世界级的难题 房地产不可能三角 就有望获得下届诺贝尔经济学奖 另外,内地诸国数据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 新政首个周末 即9月2日和3日 一线城市的成交延续低位 北上深的新楼成交578套 较上星期跌了20.5% 而二手的成交是1325套 跌了10.53% 不过中心都兜回它 因为网签的数据有滞后性 无法全部体现新政之后的市场变化 但市场看到一线城市的看楼热度明显上升 在广州阳城晚报记者 走访多个新盘了解情况 新政后楼盘冷热分化的现象更加明显 一些楼盘现场就热闹 但也有不少项目仍然处于冷清局面 一名销售平台的负责人跟他说 新政后他们的代理 在多个外围区域的楼盘 一如以往都是较为平淡 只有增成一个地铁站上盖的项目 因为推出优惠而成交20套 算是比较好的业绩 另外在广州多区代理多个楼盘销售的负责人表示 新政确实能够减轻买楼者首期的负担 但目前来看广州楼市尚未出现全面汇联的行情 另外内媒财经网旗下的财经11人记者 走访北京几个下半年开售楼盘 发觉原本买得不错的新盘 在新政之后销售更加火爆 但原本已经不火的楼盘 如今也是不火 他说三元桥地铁站附近的中建坡远售楼处 随处可见到客户和销售人员在谈 整个售楼处都人声沸腾 但朝阳区的成员三路中野突然遇辅 人流和以前没什么分别 记者在交谈之中 得知新政后首个周末 官方数据还未统计出来 因此在具体骂了多少套的数值上 可能存在虚高 有一名销售人员向他举例 他说某个项目声称自己开盘几个钟头 卖了二百多套 但大部分都是督手指 只有四分一的客户交了少少钱 并无交足订金 如果客户之后反悔 这些钱还要给他 究竟这波暴力救市出来的结果是虚定实呢? 相信要看多几个礼拜 但当你绝招出尽 而是市是虚的 很大机会识得其反 令到买家失去信心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如果未订阅的朋友 欢迎免费订阅、留言、like和share 最后开启钟仔方便的话 鼎鼎鼎广告